各位同学有同学向我表示说 对于平行轴定理到底是什么 还有点不太理解 所以呢我现在利用这个 小小的影片来跟各位再补述一下 这个平行轴定理到底是如何来应用和他的 这个证明是如何得来的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对于转动动能我们已经 介绍过他就是等于二分之一i omega平方 他可以写成i omega平方 因为他整体的动能可以写成 二分之一的每一个 指点的 这个动能的转动动能的和 同学们大家好 有同学跟我反映说对于平行轴定理 还是不太理解 所以我现在利用这个短片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平行轴定理 首先我们先回到 我们对于 转动动能的讨论 假如我有 五个指点 M1 M2 M3 M4 跟M5 这五个指点 他们都共同的 围绕着一个转动轴 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转动轴 这个转动轴 假如就围绕着这个转动轴 在做转动 转动时的角速率是Omega 而且大家都是钢体 所以 都有固定相对于这个轴的距离 都是固定的 所以 当 这样转动的时候 每一个指点 在进行的 转动呢都是 单位时间内转过相同的角度 虽然角度相同 可是每一个指点的速度可能不同 比如说 M3 这个指点 它 在一个周期之内 会转一周 M2也是一个周期之内会转一周 可是M2转过的圆周长 比M3的圆周长大许多 对不对 所以 M2 它在 这个转动时的这个切线速度呢 显然是比M3大许多 所以当我们要计算总体的转动的动能的时候 就是所有指点的动能的总和 比如说 M1这个指点它的 动能呢就是 2分之1M1乘V1的平方 但是这个V1呢我们知道 它的在这个 半径上的切线速度呢因为在做圆周运动 所以它的切线的速度 就是 R1乘上ω 因为转动的角速率是ω 我们知道 这个是 单位时间内转多少角度 把角度乘以旋转半径就是 虎长 所以 每秒钟会转过 这个補偿 那么就是它的切线速度 所以 每一个 V跟 R1ω之间都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 每一个 V1平方 V2平方 都可以写成 R1ω的平方 这边是 R2ω的平方 所以把所有 指点 5个指点的动能全部加起来的话 你就会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等于把所有的动能都加起来 加起来的时候 大家都有相同的因子ω平方提在外面 然后把这些 M 跟R的平方的乘积 放在一起 就形成这个式子 如果我们把这些 求和的这些量 定义为转动 惯量 I的话 那么这个式子可以写成 1 2ω的平方 而I就是这个 我们把它写成 求和的符号 就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 如果我有 5个指点 就是I等于1到5 对不对 有5个指点 就这样子 那当然 如果我的钢体 我的这个 转动的物体呢 是一个 连续体的分布的话 那么就要对 这个连续体的质量 跟它的距离 做一个积分 就是这个积分的符号的 意思 那么 我们在现在呢 先不强调这个积分 同学们知道 转动惯量可以透过积分来算 好 以上呢 就是关于 转动惯量的定义 那下面呢 我们要来探讨 平行轴定理是什么 在探讨平行轴定理之前 同学们 先看一下 如果 如果 我有一个 一样我这个转动轴在这里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指点 M 我现在单独一个指点就好了 如果它的这个距离转动轴的这个 距离呢是R的话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这个转动惯量就是 M R的平方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的考虑说 如果我把转动轴 再多移动一个距离 比如说我到这个距离上 如果我要透过这个转 这个轴 相对于这个轴来转动 所以 M 相对于这个轴的转动的 半径就加大了 对不对 变成这个半径 转动的半径变成这个 如果这个轴 跟这个之间的距离 如果叫做H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现在的半径呢 现在我们叫R' 半径的话 R'半径是等于 R加H 所以我的I呢 将可以写成 M R加H的平方 所以这样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 这个转动轴 如果我的 这个M这个值点 不是相对于这个在转动 而是相对于 这个轴在转动的话 由于它的距离变长了 所以 它的转动 关量就变大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观察 那 我们 在之前 讨论过一个 很简单的应用 就是一个棒子 这个棒子如果 绕过 这个端点 跟绕过 它的 中心点 做转动轴的话 如果以这个为转动轴的话 我们叫I1 这个为转动轴的话 叫I2的话 我们知道 对于 一个棒子 如果它的质量是M 它的长度是L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I1 会等于 12分之1的 ML平方 而I2呢 我们在 之前的讨论已经知道 是3分之1的 ML平方 3分之1是大于12分之1的 所以我们知道 I2 是大于I1的 这就符合我们在上面的讨论 这个 绕过这个轴 来做转动的时候的 转动关量是比较大的 好 那么 这个 平行轴定理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绕过中心轴这个 点呢 刚好 也就是这个棒子的 直行 对不对 所以 如果 如果我把I1 称呼为ICOM 就是所谓的 直行的转动关量 转动轴只要通过了直行 我们就叫 直行转动关量 现在 我把 通过这个直行的这个轴 平行的 平行的 什么叫平行呢 就是 我现在 转成 以这个轴完全平行的方向移动一个距离 所以 不是说移动一个距离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平行 对不对 要 这样子才叫平行 对不对 所以 我们指的是 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如果我把轴移到这里 移动了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假设是H的话 那么 这里的H 刚好就是 所谓的 一半的长度 就是 2分之L 平行轴定理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把轴 从通过直行向 外平移 一段距离 H的话 那么 这个新的 直行的转动关量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I2 绕过 I2这个轴的转动关量 将是 原本通过直行的转动关量 再加上 这个 钢体的质量 再乘上 H的平方 那我们刚刚讲 H是2分之1L 所以是 12分之1mL平方 再加上 mH H是2分之L 的平方 所以我们就得到 整个就是 12分之1 再加 4分之 2分之1的平方 是4分之1 然后是 ML平方 12分之1加4分之1 你通分一下 就得到 12分之1加 12分之3 等于12分之4 12分之4就是 3分之1 那这个结果 就跟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 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个结果 其实就是平行走定 你可以得到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积分 也可以得到 这个结果 那同学 目前对积分不是很熟 那你就知道 他可以透过 这个 平行走定理来得到 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平行走定理的应用 我们再来看一个 我们在这张里面呢 经常用到了一个 圆盘 这个圆盘 它的质量如果是m 圆盘的半径如果是r的话 那么通过 这个圆盘的 圆盘的垂直的 这个轴 来做转动运动的话 那么 这个 转动贯量i 就是圆盘的转动贯量i 会等于 1 2分之1的 mr平方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结果 1 2分之1mr平方 现在如果 我们来考虑把这根轴 往旁边挪 挪到这个地方来 而且是平行的挪过来 把它从这里挪过去 挪动的距离是多少呢 很明显就是 圆的半径 所以是挪动的距离是r 所以我挪动的距离h 在这个问题里面是r 所以如果 icom 是这样的话 那么 我们就可以来写下 新的这个我们都叫i2的话 i2呢 应该是icom 加上mh的平方 也就是等于 1 2分之1mr平方 加上 mh就是r 移动的距离是r 所以这个问题将会等于 1 2分之1加1 所以是 2分之3 mr平方 所以 通过这个转动轴 它的转动惯量 比 直芯的 通过直芯的转动轴的转动惯量 变大了 它变大了3倍 从1 2分之1 变2分之3 mr平方 所以这个就是 平行轴定理的应用 好 希望同学们能够先从 这两个例子的 讨论里头 我先了解 平行轴定理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如何来应用平行轴定理 下面的当然就是如何来证明 平行轴定理 在我们的这个 讲义里面 我已经 简单的把这个式子写下来了 告诉你说 这里头 其实就是有两项 积分是零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这个 是 这个 直行转动惯量 通过直行的转动惯量 这个 是跟 平行挪动的 距离 X Y 然后 A平方加B平方 刚好就是 B式定理的 H平方 所以也就是 我们所写的 mH平方 所以 这一项的由来 就是 这两项的由来就是 透过这边展开 可以得到 那同学们 比较不 熟悉的是为什么 这一项也是零 这一项也是零 那我们下面来解释这件事情 要解释这两个 会是零 很简单 先回到我们的 直行的定义 直行的定义就是 直行的X坐标会等于 总质量分之1乘上 第1个值点的质量 乘上 这个值点的 X坐标 所有的值点 都把这一项 加在一起之后 除以m 就是 XCOM Y也是同样的定义方式 好现在 假如 我已经 把我的原点 如果我已经先知道 直行在什么位置 我就把我的 坐标的原点 取在 直行的位置 所以 XI跟YI 就等于是 第1个值点 到 直行之间的 X坐标跟Y坐标 分量 对不对 X分量 Y坐标分量 好 所以 那么 这个 计算的总和 一定要等于 左边 就是0 因为我已经取了 坐标的原点 就在直行的坐标上 所以 XCOM也是0 YCOM也是0 就是这个式子 所以如果我的 XI的计算 是相对于 直行的 定义出来的 这个距离 那么 这一项 求和 一定是0 就像这个 我们刚刚所说的 我们当我们要做 积分的时候 我们就是取 我们的直行坐 我们的 坐标的原点 所以 我们任何一个 P点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点 任何一个点 我叫算它的 这个积分的时候 任何一个点 都是相对于直行的 所以 当我把所有的M 整个钢体的所有的M 比如这个M 我要把它积分出来 我是从这个地方 计算 它的 坐标 它的坐标是X 它的Y坐标是Y X跟Y 所以 我 我只要知道 执行在这里 换句话说 所有的 值点 相对于这个 做完 全部求和 积分完毕之后 得到的 执行的坐标 一定落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已经知道 我把坐标原点 就取在这里了 所以 每一个 位置 都是 透过 相对于这一点来定义 它的位置 它的坐标 所以 就回到的跟这个地方 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的求和 必然为零 就像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现在有两个值点 一个值点 这是1公斤 这个值点 是5公斤 如果 我把坐标 的原点 取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距离这边 是1 这边 距离这边是5 如果我把原点取在这里 那么 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的 XCOM 是多少呢 当然就是0 对不对 因为 对于这个值点 是5乘1 对于这个值点是 原点的左边 是-5 乘以1 所以 5乘1 加上 -5 乘以1 当然是0 对不对 所以 XCOM 当然就是0 因为我已经把距离的测量 坐标的 测量 是以相对于执行来做的 所以当然最后得到的结果 一定是0 你得到的结果一定是0 这也就是我们刚刚所写下来的这个 这个式子的意义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就导致了这个 虽然我是用积分来写 这个积分就等于这个的求和 就这个的求和 这个积分等于这个求和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他也是0 他也是0 这两项没有贡献 就只剩下这一项跟这一项 那这一项 就是所有的值点相对于执行 以执行为原点 算出来的转动惯量 换句话就是执行转动惯量 这个 是所有的质量 因为a平方加 b平方是一个常数 对不对 是一个常数 那 他的这个 他这个这个常数 提到外面去 积分的时候就是等于 对所有质量求和 那当然就总质量 所以他就是总质量 m 乘上 a平方加b平方就是h的平方 所以是mh的平方 那得到的这个式子 就是所谓的平行轴定理 这个定理 他刚刚的两个应用 我们都讲了 一个是圆盘的 一个是 这个 长 值的棒子的转动惯量的应用 所以如果同学们 还是不太理解这个问题的话 你对于这个式子 还是不太理解的话 我再说明一遍 这个式子 是根据定义 来做计算 假如 我们的转动轴 是通过p点 如果我要 计算转动轴 通过p点 并且与z轴 平行的 这个 转动惯量 我叫做i的话 那i的计算呢 应该就是任何一个 值点 到p的距离 比如说 在这个图形里面 dm 到p的距离就是 r 对不对 那r 跟 这个 他原本的坐标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坐标原点是许在直心 所以 这一点的坐标 应该 是叫做 xy 可是 它的转动的半径 并不是 x平方加y平方 开根号 对不对 因为那样的话会得到的是 这个距离 我们真正的距离 是这个距离 所以 我得把这个距离算出来的话 那你就 x 这边是x坐标要减掉p点的x坐标是a y坐标要减掉p点的y坐标是b 所以这边有个x-a 就是 这一段的长度 y-b 就是这一段的长度 所以是这一个直角三角形的 斜边 才是我们 针对于 平行的轴 从这里平行移到这里 这个轴的 转动的半径 所以是x-a的平方 加上y-b的平方 开根号才是我的 r 那r平方当然就是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所以就这个式子 所以r平方可以写成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我 通过p点的转动轴的转动万量的基本定义 那当然你把这两项展开来就是下面这四项 我们刚刚已经证明了 其中 这两项 的贡献是0 剩下的这两项就对应到这两项 这就是平行轴定义 希望同学们 能够 理解什么叫平行轴定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